大家好我是半頓書 我們今天來了 今天來介紹他 各位一開場我就直接請出本尊了 今天沒有從盒裝開始 原因是因為今天的影片會比較長 中間有殘雜了一些動力的改裝過程 所以就前面就不多介紹 因為整體組裝的過程當中 以靜態的版本來說的話 組裝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組完之後整個空間概念 這個拼接的順序方式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是因為車身比較空 雖然顆粒素不少 但是都屬於大片積木 只有後橋 等一下各位看下去 我們後面再調整 就是改變動力的狀態 然後還有懸吊避震動力輸出這個問題 我們有跟各位就是算是詳細解說了 雖然沒有拍得很細 但是算是詳細解說 所以我們今天前面就捨去盒裝的這個介紹過程 今天介紹這個是T5021 2493顆 接近2500顆 但是說明書到不後 薄薄的一本 呃... 組裝起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種... 貨車啊 休旅車啊 這一種大 比較大空間的這一種積木車 它在組裝的過程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空間也比較大 加上它整體的搭建是從後到前 那搭起來的... 這個方法跟順序 就...還蠻順的啦 那包裝呢 也就... 一貫就是如此 這個... 我們前期就沒有做特別的介紹 我們把時間留在後面 教各位怎麼去改它的齒輪 然後改它的... 就是... 差數的輸出方式 對... 呃... 因為這個在玩動力裡面算是... 有一點問題 因為... 我前期組裝完之後 我又重新拆了一次 那因為就是動力輸出有問題 所以我們再拆解一次 對... 所以... 各位 好不好 對我們這個... 職業人 嘿... 給... 呃... 動動你們的小手啦 幫我們按讚點閱一下 對... 這一款呢 直列六缸 好... 直列六缸 二... 勾Z 二勾Z就是... 大家都知道 這顆是... 非常有名 大馬力輸出的... 衰微馬達 整體搭起來 它的一個... 大紅頭就在這裡 對... 真的是挺帥的 那... 車身組完之後的懸吊呢 後面是稍微比前面高了一點 當然這是因為積木孔位的問題 再加上後面也比較輕 如果後面有一點重量壓的話 可能它就會比較沉 好... 我們... 沒啥好介紹的 你們就看下去吧 看我教你們 怎麼去變動跟調整 做改裝 好... 我們現在做到... 35... 36... 對... 組完呢 這邊... 我忽然有個... 邪惡的想法 我打算改齒比喔 這個是1比1的喔 因為搭了兩顆的... 黑豹L 所以呢... 我現在打算來把它改... 大齒比 大... 輸出轉小... 先給各位看一下啊 這個... 改齒比之前的轉速 稍等我一下啊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 改裝前的轉速 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 改裝完之後的轉速 我們現在改的是... 12 然後這個是24的 就是... 轉速提高了... 速度提高了1倍 我們來試試看 感覺速度可以喔 各位看一下喔 這個轉速不一樣啦 速度提高了1倍 對... 好... 用這一顆呢 那個黑豹的L馬達 我個人是覺得是沒有問題的啦 對...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 按照2000多顆的顆粒數 這樣去推 喔... 基本上... 2000多顆 兩個L 對... 應該是綽綽有餘 就差在... 如果坡度大 可能就會還好一點 就差在... 不過因為它的造型 已經這麼酷炫了喔 有沒有看到 造型已經這麼sharp了 所以... 我就想要讓它跑快一點 這就是我的韌性啊 那我們繼續囉 好... 我們來改這個... 動力喔 這個動力有問題 它因為這邊的那個... 它的... 呃... 怎麼講... 它的這個... 萬向 這個萬向接頭太緊配 加上它轉的角度太大 所以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 這個問題呢... 有點麻煩 因為... 我們把這個後面的車尾拿掉之後呢 把這一塊掀起來 掀起來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把這一個... 這個... 差速器 要從... 這一個孔位 差速器從這一個孔位 這個孔位 我們現在要把它降到這一個孔位 就會變成這個動力呢 從馬達直接出來 直接連結到它 因為這裡面 在組裝的時候這裡面 這裡面後面還有帶一個齒輪 是給氣缸做連動的 所以... 這一個基本上是可以不用的 那氣缸還是會保持連動 因為它為了... 呃... 謹慎啦 為了謹慎 所以它給了... 兩組的... 齒輪做氣缸連動... 連動用 那一方面它可能搭建起來 平衡感會比較好 然後另外一方面 可能動力也比較不會... 氣缸連動的那個部分 動力也會比較穩定 所以呢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齒輪撥掉了 對... 撥掉了之後呢 本來上面這一個呢 它是... 大齒輪嘛 我們現在把這一個 24尺的大齒輪 直接壓在下面 可是壓在下面呢 這裡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這個差速器擺不上去 差速器擺不上去 會被這一個... 方形的積木擋住 所以我們就把方形這個積木給拆掉 拆掉之後呢 我們再來找其他積木做替代 這有一個... 它是我組好了 用這一個... 這一個... 轉直角的這一個積木 孔位呢 一樣我們是固定在這裡 孔位是固定在這裡 所以... 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的 嘿嘿 然後... 這樣 這邊呢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等一下中間這兩孔 需要用到 它是需要被一個... T字形的積木 有一個T字形的積木 我那個積木 怎麼沒去 這尾部呢 有一個... 在這裡 有一個T字形的積木 它是固定在這個尾部的 所以要給它用 給它用 所以我們就拿5孔的積木穿在最外面 那這邊就不能用長的 這邊用短的 套好 OK 那我們就把這個... 這會變成是活動 但是活動到無所謂 因為這樣就不會活動了 等一下 這樣就不會活動了 等一下這邊再把它用這個... 固定住之後呢 這個結構就... 就不會動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這個... 差速器給它擺上 擺上之後 待會動力是直接從這邊出來 動力從... 直接從這邊出來 我們要去再一輪 它要去做閃避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就開始... 好了之後我再給大家講解 我們現在... 這個差速器裝好了 這邊是會有一點空啦 如果我覺得這邊不要那麼空的話 可以再拿... 就是... 我看一下這是幾孔 1 2 3 4... 剛好也是5孔 可以再用5孔的積木在這邊固定 那我等一下大叔也會拿 那... 可以增加這個齒輪的穩定性 跟它被碰撞的摩擦 所以我等一下會再拿一個5孔積木在這邊蓋住 那我們現在先來檢測一下動力 這樣改下來之後的動力 改下來之後的動力 速度也會變快 因為畢竟它是從這邊 這個是... 12尺對12尺到這邊 原本這裡是黑色的 12尺再轉上去變24 由24去輸出... 24尺的齒輪去帶動這一個 那我們現在中間少了一套 就是... 12變24的這一個齒輪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變成24這一個齒輪 來給各位看一下動力 看一下整體的狀態是怎麼樣 因為前面我沒有拍 但是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齁 這速度明顯是會變快的齁 看氣缸這裡就可以知道 它的速度明顯是變快的 那我們現在接著就還原 然後先把支架搭出來 搭出來之後呢 然後再想辦法讓這一個 這一個動力輸出軸可以去穿過 這個...這個避震後橋的支架 然後直接輸出到後輪 但是我們還是要保留它有一點的活動性 它的彈性 所以那個... 在做彎像接頭這個地方的時候 各位一定要特別去留意 它的尺寸跟它的可活動間隙大小 那我們就... 朝這個方向來邁進了 好...一邊我復原好了 然後另外一邊我就來... 解釋給各位聽 大叔我是... 怎麼復原的啊 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撥下來的這個 把它穿回去 其實這個東西呢 就是按照我們之前說明書 基本上它的橋架這些東西 大叔我是沒有去變動 我只有去把這個... 這個...齒輪... 把它做位置上的調整 跟最後面連結那個結構 我稍微做了一下變動而已 那...主要變動的原因是因為 讓它動力... 更...明顯 然後... 讓它整個效果更好 更完整 齁... 因為之前... 他們出的這一套方案呢 就是... 呃... 不是太... 怎麼講... 就...玩起來的效果不是太好 齁... 所以呢... 好... 我們就來... 想辦法把它... 改變一下... 好... 完成了 然後現在換上面齁... 大家可以自己發揮啦 只是我提供... 一樣... 我只是提供一個... 我的改裝的方案而已 齁... 那...如果各位有更好的方案... 也可以齁... 欸... 因為... 大家都知道嘛 基木不是絕對 但是大叔基本上看過我改裝的人都知道 我保持一貫的原則 盡可能不去破壞... 基木原本的結構 如果要去破壞結構是最快的齁... 結構破壞了... 最快... 就是... 鋸啊... 膜啊... 這些... 我不愛齁... 大叔我還是依照... 最原始的方式... 來去... 復原... 然後呢... 這裡呢... 有一個... 我是用鋁合金的萬象接頭... 那我有一個小訣竅呢... 告訴各位... 鋁合金的萬象接頭一定都會特別鬆... 這個是... 不便的齁... 一定都是特別鬆... 我們平常不是都有那個... 捆電線的這一個嗎? 找這一種薄的... 找這種薄的... 薄的這一種... 然後... 扁的齁... 我們大概... 比一下這個長度... 只要一點點就好了... 只要一點點就好了... 我們剪一下... 剪好了... 剪了一點點... 然後把它放在萬象接頭的凹槽... 放一個就好了... 不要放兩個... 然後手稍微掐一下... 手稍微掐一下... 各位看一下... 然後我們把它穿過去... 找到適合的位置... 然後把它穿過去... 因為... 鏡頭前... 我先用長的做給各位看好了... 等一下我再拔出來... 再換短的... 像這樣子... 捏住... 然後... 把它穿進去... 要把它壓平喔... 因為壓平等下會很不好穿... 嗯... 好... 就像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 然後這個萬象接頭就會緊了... 它就不會跑了... 但是... 像我們做這個呢... 我大叔我的做法... 我兩頭我都會用...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一邊呢... 它是可以做活動的... 這邊... 它是可以做活動的... 這裡... 好... 它是做... 有一個活動的... 所以我們避震器在動的時候呢... 它基本上是... 不會掉落... 不會脫落... 不會脫落... 它會是在這一個... 關節點在活動... 對... 那我們... 就來... 把它給... 開始... 整個復原啦... 這是... 我的小訣竅啊... 對... 因為我是... 因為一直有粉絲朋友跟大叔說... 我太小氣了... 我很多... 一些... 就是有一些小訣竅啊... 用法... 做法... 都不教你們... 呵呵... 好... 慢慢的... 我會教各位... 一些... 我常用的一些... 美感... 台灣話講美感... 就是技巧... 對... 竅門啊... 這邊呢... 一樣我們... 讓它轉動一點點... 好... 轉到我們需要的位置... 一樣把它擺上去... 喔喔... 好...一樣把它擺上去... 嗯... 嗯... 老闆... 全不好... 全不太... 地面... 是... 開口... 本当不太... 疲倫... I should... 就... 雲尾... 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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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這樣插上去之後 它就變緊了 它就不會那麼容易鬆動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開始 把東西給復原 好 復原完整體之後就是這樣子 動一下 它的橋架這邊 傳動的時候這裡就拉直 但是它還是可以保留 保留有活動的空間 這邊也是一樣 一樣保留有活動的空間 然後這一個把它蓋回去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其他的復原動作 大致上這樣就完成了 外部的孔位跟基本結構都沒有去動到它 沒有去破壞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點 看各位 這裡可以改到剩一個薄片 在穿下面的時候呢 用那個薄的這個 薄的十字孔母套 秤在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 裡面也是一樣 秤在那個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做 然後外面的這個地方呢 你就是用兩個十字孔的包片 然後另外一邊還可以 固定這一個避震器 它的那個 孔位還可以固定到避震器 那就會變成這個間隙就會比較寬 就是多了左右各多了半孔積木的位置 那大叔我沒有這樣改 因為我覺得基本上是不影響 那個萬象接頭 它是不影響它的動作 它還是可以很順暢的動作 所以我就沒有去改那個位置 那我們下面一樣把它復原了 OK 然後我們就等待組裝完成 好組裝完成做 做最後的入冊 好我們完成了 對 現在 現在凌晨 看一下 現在凌晨三點多 我們前後組裝時間 從下午兩點三四五六到六點 然後 我們大概前後組裝時間五個 五個 五個小時多 後來我們花的改裝時間很久 各位可以看到我影片最後拍的這一個版本 大概不知道是我改的不知道第幾個版本 我改完之後就落地測了 改完落地測 改完落地測 就一直測 測不到我想要的一個結果 為什麼 是因為我搭配 可能是因為我搭配了雨昕的這一個馬達 它的扭力太大了 它的扭力太大 所以才會導致 我只要一個正轉一個反轉 齒輪要不然就脫掉 要不然就是那個 外向街頭那個地方 它沒辦法去承接住 所以一直動力一直跑不順 後來 我就不斷地在嘗試 比如說 加 加 改鋁合金 然後改 接頭的尺寸 反正就是一再一再地改 改了好幾次 改了好幾個版本 重複 反覆不斷的實驗 最後 以不破壞它原有搭建的結構裡面 然後我們去 嘗試做一個齒輪的變換 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齒輪把它 把那個橋位 就是那個傳動 傳動部分把它往下降 降到這裡來 然後傳動把它拉伸 目前不管是在有避震的狀態底下 它也一樣不會跳脫 然後動力輸出 跑起來會更順 哪怕我現在瞬間 直接瞬間給錢給後 它都不會去跳脫 它的腕向接頭不會去跳脫 因為前面我用一般的腕向接頭 我只要一前 馬上轉後的時候 那個腕向接頭就斷掉了 所以我後來就換鋁合金 換了鋁合金 嘗試的很多個改法都是不行的 一樣 一開始動沒事 但是你只要 就是瞬間給它後退的力道 然後它忽然間它就會 齒輪就崩掉 或者腕向接頭就崩掉了 所以這是我嘗試到現在 嗯...狀態我覺得是最OK 當然這個齒比可以再想辦法再改 齒比如果 有想法的朋友 可以想辦法再想 把這個齒輪比再往上提一個 提一個檔次 這左右兩顆呢 目前是覺得是極限的啦 嗯...是還可以再放大的 這個齒輪可以再放大一格 放大一個行道的齒輪 中間就是改用8尺的小齒輪 齁直接去連動 它的速度又會更快 齁 當然那個 大家可以再選... 就是一開始組裝的時候 就可以去選擇 因為它畢竟是裝在裡面的齁 你到時候要拆 它不會不好拆啦齁 因為幾乎都是大的 大件在覆蓋 所以拆起來還算容易 車頭也很容易取齁 對 我覺得這個... 這個改裝的方式跟方案 其實還蠻多的齁 那就是由各位自己去嘗試 看你們想要做到什麼樣的狀態 呃...現在大概基本上測了一下... 我車...桌上動一下好了 齁... 各位你看我在密集的跳脫 它不會... 不會有... 就是跳齒或齒輪傳動不了的 那樣的問題跟感覺齁 所以... 其實... 呃...操作起來 操控起來 其實它的... 敏銳度齁 跟反應其實會是不錯的齁 對 這種車型其實... 可愛 然後... 玩起來會覺得... 挺好玩的齁 對 那... 如果有想法的朋友齁 可以給大家建議 上怪獸齁 怪獸... 把這裡整個... 這一段整個鏤空 齁... 因為它這後面基本上也都可以 你的怪獸頭你可以朝後 一個朝前一個朝後也沒有問題齁 嗯...一個朝前一個朝後的話 其實這個方案它就會變成一個比較長 剛好可以去覆蓋到這一邊 那就... 到後來就變成看你要去... 要不要去保留這個... 中間傳動的這個差速器 齁... 如果不保留差速器的話 可以改支出齁 大概它可以做到甩尾的動作齁 這個我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 車身畢竟... 在這個重量裡面應該是... 不會很難達成啦 我只能說不會很難達成齁 可以去嘗試看看 啊... 大叔今天提供的... 方案在這裡 對... 我們... 找時間 明天吧 明天我們到戶外去測 現在戶外都很暗了齁 現在要去測 要不然我們就堅持到天亮 我再去測 基本上我沒有那麼瘋狂 我現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 洗澡睡覺了 對... 好我們明天直接到戶外去做測試 測試完之後 結果再來做最後結論 順便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齁 對... 因為疫情的關係 學校還沒開放 所以我們只能... 暫時在室內... 操作了齁... 對... 我們... 來測試一下他整體的動力看是如何 喔... 喔... 嘿嘿... 車門都... 開啟了 喔... 這是... 動力太大嗎? 速度太快嗎? 所以導致車門開啟 其實這在光滑地面應該是可以甩尾的齁 因為我讓各位聽一下那個聲音齁 他是會... 動力... 因為可能後面的負重不夠重 所以他... 就是會有打空轉的現象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潛力做甩尾的 其實整體的動力 經過這樣改裝兩個雨昕的黑豹L 其實... 我覺得動力上是沒有問題的 推2000多顆 接近2500顆 這... 跑起來的速度是還不錯的 喔... 喔... 那... 經過我們這樣的改法呢 萬象接頭 他的... 接合的方式 跟他的整體的順暢 其實還不錯 喔... 轉彎呢 動力也夠 也不會有遲滯的現象 喔... 對... 這個方案是我提供啦 當然也不是絕對 大家可以按照手邊有的東西 手邊有的東西來去做一些基本的嘗試 這樣跑動起來就是... 還蠻順暢的啦 但是... 大家可以考慮把後面的插速器拿掉 插速器拿掉的話 想要達到甩尾的階段可能又更容易了 對... 這樣改起來的速度還不錯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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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玩起來... 嘿嘿... 這也是... 小車好玩的地方啊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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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到聲音 喔... 我推進給各位看一下 喔... 推進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可以聽一下齁 喔... 動力有輸出 然後... 痾... 為什麼他不會轉動呢 其實問題很簡單 就是... 他一定有一個輪子 一定有一個輪子 是動力已經沒有了 這一個 這個輪子已經 可能是裡面的萬象接頭沒有插好 所以他的... 輪胎已經跑掉了齁 那如果這要用一般的萬象接頭 可能就不會 但是一般萬象接頭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點 那個接點太小了 很容易就被扭掉 扭斷掉 那用鋁合金的呢 就是因為他太鬆 所以我們要去在意 所以前面我有教各位齁 用一個方式就是 嗯... 用那個... 那個叫磨袋吧 就是裡面有包鐵絲的那個 軟膠的那個袋子 把它插進去 因為前面大叔我可能沒有做好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輪子 已經掉了 就是那個萬象接頭掉了 好了 我們今天這一個 T5021 50小貨卡 甩尾小貨卡 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要回工作室去做維修了 對 那一樣喜歡我頻道的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 然後可以的話幫我分享一下 對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最後在這裡跟大家說聲再見囉 拜拜